当谈论到教育人,美国的教育模式往往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的许多专家和学者在国内常常对待遇问题表达不满,但一旦到达美国,他们甘愿做出艰辛的努力乐此不疲。这样的情景已经重复发生了无数次。 最近,又有一位经过美国严谨教育,从头洗腥革面的专家学者,积极投入到劳动大众的怀抱,他就是秦伟平。秦伟平,1980年出生,学习成绩一直优秀。 他是90年代的大学生,2000年刚毕业,就年薪高达20万。他曾在纵览中国,担任专栏作家,做过财经脱口秀主持人,也是电视节目的特邀评论员。 他更是三本书的作者,分别是《中国危机路线图》、《中国危机大逃亡》和《中国危机大赢家》。 这些经历表明,秦伟平在2000年代的中国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他的成就和声望令人肃然起敬。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秦伟平以一种批判的视角看待中国,这从他付出巨大努力所写的三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 在2000年代,这种思想倾向实际上是很受欢迎的,这可能是他的成功的一部分原因。 秦伟平借助他在中国积累的财富和影响力,于2013年追寻心中的理想,抵达了美国。 他因为其丰富的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成功满足了美国的精英入籍标准,轻松地获得了美国国籍,一向许多人视为难以逾越的挑战,对秦伟平来说却只是一次稍有挑战性的经历。 在美国的生活中,秦伟平一帆风顺,他活跃于各种论坛和讲座,其成功人士的形象无处不在。 他频繁分享类似的朋友圈截图,收获了大量国内人士的赞美和羡慕。 到了2018年11月,秦伟平更是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他计划在十年后竞选美国国会议员。 表面上,秦伟平的生活似乎充满了繁荣与色彩。 然而,实际上,在抵达美国的五年里,他始终未能找到稳定的工作,生活虽然不愁吃穿,却一直依赖着他从中国带过来的储蓄度日。 在新世纪的初年,秦伟平在中国累积了大量的财富。 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这笔巨款的价值在美国显得相当有限,因为美国的生活成本远超过中国。 换算为美元后,他的财富在美国消费中显得非常不足。 即便秦伟平已经尽可能地节约,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带到美国的储蓄在五年后也已基本耗尽。 在中国,他因广泛参与论坛和讲座而建立的名声赢得了丰厚的报酬,然而,这种模式在美国并不适用。 美国的电视台和报纸对秦伟平这个亚洲面孔并不熟悉。 经历了五年的努力,但未获得任何成果,秦伟平开始接受现实,计划寻找一份普通的工作,以维持生计。 然而,他发现在美国,他几乎无法找到任何工作。 任何一份稍微有些体面的工作,即使工资极低,也要求有大学学历,而除非是世界知名学府,否则美国公司通常只认可美国的学历。 秦伟平在九十年代,在中国获得的学历,在美国并未得到认可。 他只能选择从事体力劳动,然而,对于习惯了穿着西装,站在讲台上享受鲜花和掌声的秦伟平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因此,秦伟平选择在美国读大学,以获取一个美国的学历。 美国的大学学费显然高得惊人,与中国相比,差距不可计数。 在美国,许多家庭都无法负担如此高昂的学费,很多人需要二十年才能澄清学费贷款。 对于秦伟平来说,他的积蓄已经快要耗尽,美国大学的学费无疑是他无法承受的负担,这让他感到难以应对。 然而,秦伟平在大学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征兵广告,这让他心情激动。 美国军方告诉他,年龄在17至39岁之间的人都可以参军,他们并不会因为秦伟平的年龄而排斥他。 并且,在服役的两年期间,秦伟平还可以继续攻读学位。 退役后,军方会帮助减免大部分学费。 这对秦伟平来说,无疑是他迫切需要的解决方案。 因此,他兴奋地加入了美军,并发布了一张他和两个黑人一起宣誓效忠于美军的照片。 接下来,秦伟平穿上了美军的制服,成为了美国海军的升旗手。 秦伟平表示,看到美国的国旗飘扬,他的内心深受感动。 在国家危难的时刻,我们更有责任保护国家的安全美利坚并不完美,但他依然非常棒,值得我们去承受各种风险去保护。 他为美国的244周年独立日献上祝福。 你可能会问,美国是如何进行爱国教育的? 他们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秦伟平从一个对国家有所不满的人,变成一个如此爱国的人? 这些经验,我们中国能不能学习一些? 如果中国的爱国教育能有美军那么成功,我们做梦都会笑醒。 秦伟平在美军服役结束后,决心投身于学术研究,最终在2023年达成了他的目标,成功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学位证书。 这为他在美国找到工作,铺平了道路,他开始独立承担自己的生活费用。 然而,尽管美国的学费高昂,但其实这个国家的学历积极,每年还会吸引大量国际优秀学者,这使得高薪的白领工作岗位竞争激烈。 在这四年的求学期间,秦伟平用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尽管他得到了军队的补助,但这些资金仍然不足以应付日常开销。 这使得他,已经不再追求优雅生活,而是急需解决经济问题,赚取能够支持自己生活的收入。 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秦伟平找到了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成为了一名邮递员。 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顺利通过了90天的试用期,从此不再需要为失业而忧虑。 对此,他还特别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 为什么呢? 进一步的搜索,让我了解到,邮政员在美国被列为十大宾威职业之一。 长期以来,因为解雇的威胁、超市工作、种族歧视,以及抢劫和暴力威胁的频繁发生,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份工作。 据统计,2022年,美国邮政员遭遇的抢劫案比2021年增加了78%,这使得2023年美国邮政行业的人手更加短缺。 秦伟平曾表示,只要通过了试用期,美国邮局就不会解雇员工。 但实际上,美国邮局因为严重缺乏员工,对此并未采取严格的解雇措施。 这可能给秦伟平留下了不会被解雇的印象,但这并没有法律保障。 这样的工作不需要任何学历,也不需要任何专业培训,只要你是健康的愿意工作,就可以被录用。 然而,尽管如此,邮政员的职位仍然严重缺乏人手。 这种情况反映出这份工作的待遇可能相当不佳。 即使是黑人社区,也很少有人愿意做这项工作,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份适合华人的工作。 许多来自中国的专家和教授在抵达美国后经常无法找到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最后不得不放下自尊做出租车司机、洗碗工或邮政员。 这样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无法算作新闻了。 尽管如此,像秦伟平这样的人并不觉得有何羞耻。 他们甚至没有对美国抱怨一句,极端者甚至反过来批评中国。 他们说,即使是教授和CEO在美国开出租车,美国也不会因此受损,但中国却会因失去人才而受损,这就是他们对中国的最好的报复。 我想在这里提一下,人才是通用的,真正的人才无论在哪都能体现价值。 中国和美国都不会浪费任何一个人才,美国每年都会通过入籍制度吸收全球的人才。 如果一个在中国享有崇高地位的专家或教授跑到美国只能做低微的工作,那只能说明这个人原本在中国的地位是靠中国的发展繁荣才获得的,而他错误地将这归功于自身的能力。 这样的人来到美国,中国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在中国,这类人往往是只会消耗财政资源,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是负担,他们常常傲慢自大,却无所作为,甚至还会轻视劳动人民。 但是,这类人在来到美国后,不再抱怨环境问题,不再抱怨社会不公,不再抱怨制度不合理,也不再看不起劳动人民。 即使是最底层,最艰难的工作,他们也会勤勤恳恳地做,自我激励,始终告诫自己,要努力奋斗。 无论你是专家还是教授,无论你是官员还是知识分子,来到美国后,都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劳动者,从依赖劳动人民供养的人,转变为一个勤劳的劳动人民,他们充满了自豪感和热情。 这种转变比任何其他形式都更强烈,因此我要说,要看怎么教育人,还得看美国,他的改造人的能力实在是强大无比。 像秦伟平这样的人送到美国,可以视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把合适的人送到合适的地方。